哈老板 这房契的主人是王爷吧 的确如此 不过他只是名义上的老板 所有的事物都是我在打理 这个我知道 这事关重大 最好有他本人签字比较好 既然您不放心 那我现在去找他签 韩老板 这海上花 可是可以摇钱树啊 王爷他会同意吗 都已经说好了 卖掉海上花 我和王爷去关东安度晚年 那好啊 那就恭喜韩老板了 顾同 好好招呼张老板 是 您用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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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我已经将烟土藏入茶砖之中 这样方便运输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没什么事不要到这里来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我会当你没来过 你也就当什么也没看见 那可是烟土啊 会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 你居然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最后说一遍 回去睡觉 你今天晚上根本就没有来过 我做不到 你想复国 我可以理解 你开海上花我 我也愿意帮你 可你贩卖烟土 我绝对无法接受 烟土是跟周炳买的吗 你们在海上画交易 然后被义云发现 所以他才被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卖掉海上花一起去关东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让你平平安安地过完下半辈子 所以现在还是回去收拾东西 我办完事会去找你的 到了现在 你还在躺塞我 想周炳买烟土 或离后再拿去复国是吗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我真是看错你了 只要我对你是真心的 其他的事情又何必计较呢 我最信任的人 居然能干出这种事 还想怂恿外人 伤害我的好姐妹 做大事者不惧小结 义云已经够可怜了 你还眼睁睁地 看着他被人残害 这只是个意外 我 我会好好地关照 把所有的一切 我都补缠给你 我不需要 义父 这件事情多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分风险 要不 韩老板 玉萍 你果然还是忘不了余剑平 王爷 你能不能收手啊 记得当年我第一次遇见你 也是像今天这样一个晚上 你光着脚从妓院里跑出来 一大群人在一大群人在追你 你跪在地上求我 我当时连想都没想 我当时就把你 我当时就把你藏在马车上 这一结缘 就是二十年 所以我都被我爱了 我都会有一个女人 我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对任何一个女人有过如此的认真 我已经不能没有你了 我已经不能没有你了 我已经想好了 等到了东北 我就奏请皇上赐婚 正是册封你为我的嫡夫妓 以后 你就可以跟着我 堂堂正正地生活在一起了 我已经找到买家了 就等你在上面签字 之后我就结束 这里的一切 跟你去关东 就算是赢得了天下 如果逝去了你 又有什么意义 我心知肚明 你来找于建平就是为了泄密 你应该知道 不论是谁 只要挡我复国的路 我都不会容忍 你这个心口不易的复兴人 我真是不应该相信你 你这边不应该相信你 我滚了他 弓了你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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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胡掌柜 我有批茶叶标 麻烦你帮我运到天津 哪 天津 我没听错吧 我知道 你海昌没有路影 跨不了省的 那你还找我脱标 你拿我寻开心呢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李老板 你这衣服的料子 可就是那个 碧蚕天丝 怎么样 不错吧 这可是少见的 碧蚕土丝织成的丝绸 一年也产不了多少 我通过朋友和熟人 花了大价钱 才买了一批 他奶奶的 李老板 你可是我的大救星啊 这样 你这批丝绸 有多少我要多少 我给你双倍的价钱 胡掌柜 你开什么玩笑 有人出五倍的价格 我都没卖啊 这价钱 可是一天比一天高啊 再说了 你一个开标局的 买丝绸干嘛呀 实不想买 我遇见一个主顾 他就要这批丝绸 我答应了他 谁知道这东西 这么少见 李老板 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就把这批货卖给我 以后有什么事 安前马后的 我都听您的 我们还是回到原先的话题 就因为我的茶叶 要运到天津 而能够出省的标局 只有十家 家家都排满了标单 只有安平一家比较空 我找过丁掌柜 可他说 于建平这阵子不想揭标 可天津那边催得急呀 你和于大掌柜关系好 能不能帮我说和说和 这我估计这悬 于建平这个人脑袋像石头 恐怕我说他也不同意呀 所以我才来找你呀 这趟标你来运 跟安平借个标旗和录影 挂在他们名下 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这倒是个法子 你要是帮了我这个忙啊 我保证这批丝绸 我让给你怎么样 行 那我去试试 姑娘 这边请 张老板 这是一点心意 请用务必收下 关于海昌镖局那边 就不要再难为他们了 于大掌柜 无数我不给你这个面子 实在是这批货把我逼得太急 我也是收了人家定金 才下了大本钱 收了这批必残天司 可如今这倒好 货没了 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呀 钱可以赔 可我们绸缎庄的信誉怎么办 你们安平标局 不也常说信誉为先吗 难道你们安平的信誉值钱 我们的信誉就不值钱了吗 张老板 先不要生气 什么事都是可以解决的 你是行家 你一定知道那些丝绸在哪里买得到 不如你告诉我 我买回来赔给你 我要是知道的话 还在这儿跟你扯这些干什么呀 不过 张老板 您有话就直说 据我所知 这杭州城里 只有瑞年商行才有 可是这李老板死活都不肯卖 我已经出到了五倍的价钱 他还是不肯 我也实在没辙呀 张老板 不如我去求他 可能李老板会听我的 我听说 这李老板有批茶叶要送到天洁 在这之前 曾托你们安平护标 可有此事啊 不过 我们安平标局想休息一阵子 这趟标 我没有接 这样 大掌柜 如果你们安平肯接这趟标 那么李老板会不会因此 而出让这批死仇呢 老胡 我拿钱去还给人家 可是 不答应是不是 我已经尽力了 我还是很感谢 你的仗义 那你今后打算怎么样 赔钱 关门 走人 那你这些年来的心血 不是白费了 那也只能这么办 除非我能保上 瑞年的茶叶标 那我海昌就有生机了 你也知道这件事 杭州就这么大胆 大事小事 很快就满天飞 其实啊 我也想找你借路隐 瑞年的茶叶标 我来保 可我张不开这嘴啊 老哥哥 您是个轴人 如果把路隐 借给我一次 开了先例 那别的标局来找您 到时候 你是借还是不借啊 坑老哥哥的事 咱是不能做呀 难道我们几十年兄弟 看你难 我都不帮你吗 这次标旗和路隐 我借给你 但是对外要说 是安平标局接的这趟标 请你来帮忙 老爷 谢了啊 好 李老板 请 李老板 请 请 来来来 请您请 请 坐坐坐 好 好 李老板 这些条件可都是咱以前商量好的 你看看 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把标单签了吧 早就说过你胡掌柜有办法 到底还是请动了安平标局出录影呢 好 我签 要是这次平安到达天际 我再加一城打赏 好 谢谢啊 到底是做大事的人就是爽快 李老板 你放心 这次的货 我一定安安全全地送到 好 等等 等等 这个字不是应该余总标头签的吗 这路眼是个安平借的 货可是我们海昌标局来送 这个字应该我签哪 这可不行 现在出省的关卡盘查得很严 连标单都要检查 要是对不上陆尹 耽误了生意怎么办 必须得由安平的人来签 李老板 我们安平啊 也有自己的规矩 签了标单就要入账 可是这笔账啊就对不上 这让我很难办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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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是我的亲哥哥呀 在这个结櫃上 您又不是结私标 大掌柜不是已经答应了吗 您这一签不就完了吗 没事 哎呀 同海呀 签了字就要负责到底 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 哎 这趟标我心里有数 要真有什么事 我老胡一个人承担 老哥哥 您可不能见死不咎啊 就差您这落笔了 这笔生意就成了 我求您了 您就签了吧 李总 彪头 这个字 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呢 如果不签的话 我就找霍运航了 签 签 大哥 您就签了吧 老哥哥 祝您了 来吧 好 我这就把货送过去 好 我这就把货送过去 不明之物我们不能收 违禁物品我们不能接 把剩下的抓紧拿过来 所以啊 我们这样做也是例行检查 请您见谅了 好说 这些都是上等的专查 因为要卖个高价 所以特别在银楼 定制了一批金箔包装 红彪头在检查的时候 可千万要小心哪 这个您放心 还是蛮香的啊 你喜欢 回头我给你留两块 不用了 客气了 来 打开其他箱再看看 是 这次啊 多谢老哥帮我欠了标单 等回来 我一定在楼外楼 多摆上几桌 别别别 好好地请你 和大展柜喝顿酒 别别别 这件事啊 我二弟还不知道呢 怎么 你们可是亲兄的 这种事 不跟他打个招呼 我二弟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最讲原则 像这种乱签标 他肯定不同意 说不定 他会把录影收回去 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老哥 手累了 没事没事 这不过是普通的标 只要咱平平安安地 保到天津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谢谢 谢谢啊 来 轻一点啊 好嘞 娘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都准备出发了啊 是啊 乔冒 我们先行一步啊 咱们天津见 好嘞 走啦 二十九 一路平安啊 再见咯 行了 臭小弟 别给我惹祸啊 知道了 不让人省心 这些啊 我都已经检查过了 应该没有问题 好 撞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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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剑田 亏你还老谋深算 你一定不会想到 这一切都是我在主导 只要挂上安平标局的 标棋 这一切就平平安安了 颖洁 是 跟上去 记住 不管出现任何情况 千万不能露面 孩儿明白 如果路上不出事 我们的烟土便可以顺利到达天津 交给张大人出手 如果出了事 那就只有安平来担了 还有 出现任何情况随时回报 是 义父 这得走到什么时候啊 让您走就走好了 余大哥 这趟病多亏了您帮忙 不然我老胡一世英明就栽在这事上 他奶奶呢 要是那样的话 我不气死也得窝囊死 东海呀 看您这脾气 现在啊 录音也有了 我不是也出面了吗 这趟标路上 有我们安平出面 一般的小老贼啊 他是不敢出手的 你放心吧 老哥哥 有您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行啊行啊 弟兄们 这趟标 可是安平标局给咱们帮忙来的 我们一切都要听于总标投的 听到没啊 是 于总标投 客气了客气了 弟兄们客气了 甭个这么客气 这帮猴崽子没见过啥事别 总之一切都听您的 同海 前面倒关卡了啊 弟兄们 走 静谈点啊 走 走 娘 这什么时候能到啊 行了 臭小子 让你走就走呗 哪能不能废话呀 跟上 站住 停 官爷 你好 保的什么标啊 去哪儿啊 我们是安平标局的 保的是茶叶 去天际 我这儿有录影 你们两个过去看一下 是 是 常走嘛 是是是 报告 没问题 没问题 好了 过去吧 是 虽说有了录影 我们还能接到一些生意 可是现在货运行 越来越兴旺 拉走了不少客户 为了留住一些老客户 我也只能把标率 越压越低了 你们瞒着我去买录影 花了那么多冤枉钱 现在生意又不好 这样下去 标局撑不了多久 其实不光是我们安平 整个标行都不景气 大掌柜 我就觉得 这是大势所趋 要不 咱们也学学对驾的林明远 改行 做货运 什么大势所趋啊 是势在人为 如果你们没努力就放弃了 这不是安平标局的作风 那大掌柜你是想 沿海的公路发达 但内陆还没有发展 我们可以朝这方面去努力 找些老主顾介绍些新生意 加上我们现在有路易 仙人一步 就不愁没生意 那我就试试看吧 不是试 是一定要成功 允修 有事找我 我让杭州有名的张铁嘴啊 给延青和阿华辟了八字 你看天作之和 上上之选呢 你们富道人家就喜欢弄这个 人家看咱们都要办喜事了 能不捡好听的说吗 吐个好彩头嘛 允修 那拜堂的日子已经定了 还没有 我让张铁嘴给选了几个黄道吉日 剑平啊 你给挑一个 就下月初五吧 好 好 这次啊 是延青结婚 我得回去把所有的亲戚朋友 都请来热闹一下 热热闹闹 风风光光地办场喜事 大掌柜 那我们杭州分后怎么安排 把杭州这边的事情忙完 你也跟我们一起回去 在天津喝喜酒 外甥女的喜酒我肯定要喝 要是你不让我去 我还不干呢 女秀 你说是不是 是 是 女秀 快点 臭小子 咱们到前面休息一下 快跟上 不动了 爹 娘 我掐指一算 我跟这趟镖八字不合 你想想 我吃饱 睡不好 还有赶路 我真是人苦 命苦 心也苦 你苦个什么呀 苦苦苦的 臭小女儿 哪那么多废话 娘 我的头发擦得是桂花油 你知道吗 一块大洋才这么小瓶 你给我打坏怎么办 还得擦废不费钱你说 我说你这个臭小子 你说你赚钱本事没有 花钱本事比谁都大 我不打你打谁呀 你个臭小子 就是欠揍 娘 好了 好了 别闹了 爹 你知道的 我挣钱有本事 你让我去赌钱 我哗哗哗的都给你挣回来 又不说 你小子 心不死呀 坐下 这小子 你 这这这 死心不改呀 你看 窦蟋蟀 逛瑶子 还有赌牌 你都闹出人命来了 还不死心呀 是不是我要打断你的两条腿 你才收心呀 不是不是 爹 亲爹 你总是武刀弄枪的 老威胁我干啥呀 要整盖我腿呀 小子 还算失相啊 大哥 其实我看这孩子不错 你看他人机灵 脑瓜子快 尤其他那张嘴呀 气死人不偿命了 以后啊 不做彪尸也罢 三百六十二 行行出状元 找一个他喜欢的 就行了 胡叔叔 英雄所见略同 干什么 干什么 送开 坐哪儿 同海啊 大哥 既然他姓于 活着是标杭的人 死了是标杭的鬼 对 还是我当家说的对 胡叔啊 我都跟你说了 老余家就是一根筋 特别柔 可我爹 比我还柔呢 张开 大哥 当家的 爹 爹 来 多闭一下 弟兄们 护标 是 是 给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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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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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的爹 快快快 老公 你不掉 爹 包炸一下 怎么办 爹 没事 承恩 来 简单包炸一下 照顾好你爹 我就来 娘 小心啊娘 小心点 快 快 走 撤 撤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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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镖局果然与众不同 爹 这么晚了 您还没睡啊 你不是也没睡吗 我 我看安华这么晚还在练功 我怕他肚子饿了 所以就做了些点心 准备给他送过去 我在这里练功这么多年了 也不见你给我送点心吃啊 爹 亏您还是大掌柜呢 这么点小事还这么计较 要不我把这个给您 我再给安华做新的去 不用了 一起进去吧 爹 安华 你也练了一天了 该吃点东西了 好 爹 你也尝尝看嘛 上了年纪了 没有你们年轻人有这么好的胃口 才没有呢 爹才不老呢 爹现在还可以上得了山 打得了老虎 对了 杨华 我现在就将延青交给你了 将来啊 你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他 我才不呢 我要爹和阿华都陪在我身边 好 师父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地对待延青 我绝对不会让他受委屈的 你敢 其实当初啊 我是不同于 你们这门婚事的 但是经过这段了解 我觉得你的人品不错 所以我才放心把延青交给你 谢谢师父您的夸奖 好 别说这些了 爹和娘已经给我们挑好日子了 爹和娘已经给我们挑好日子了 等我们回天津就成亲 您好好准备准备 知道了 好 吃吧 真是的 又不是咱们自己的标 干嘛这么拼命啊 老虎自己的标他自己都不出头 真是的 让他一个人赚大方了 嫂子说得对啊 都是我老胡的错 嫂子 您心里有会儿 尽管向我撒 千刀万剐 我都挨着 好了 好了 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生气 不过我可以提醒你 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 别总指望我们当家的 好了 你有完没完呀 童海跟咱们是多年的交情 这点小事你还好意思提 童海呀 咱们都走了几十年的标了 在鬼门关都转了好几回了 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呢 你呀只要照顾好标队就行了 谢谢大哥 看看这天 最好是别下雨 这种鬼天气 还让我们赶路 想要人命啊 咱们哪 又不是没在下雨天走过标 就是下了又怎么样呢 交标的日子既然定了 他下再大 咱们也要准时交标 童海呀 你去通知标队 咱们明天准时出发 好 大哥 我这就去安排 好 辛苦了 好 大哥 少主 安平镖局的镖队已经出了关卡 陆遇土匪 镖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只是余震武受了些伤 萨尔俊那儿有什么动静 他派出华英杰跟踪镖队 看来准备随时支援 这只老狐狸 竟然敢背着我私运鸦片 筹措军飞 我要是再不给他点厉害看看 他早晚会不受控制的 我派人去截镖 混蛋 是 安平镖觉得镖是你截得了的吗 我派靳腾勇带了这么多精锐 还不是一样有去无回 属下龙王 请少主息怒 这件事情 你不必再自作聪明了 我另有主张 是 我要来个一尸二鸟之计 让安平镖局和萨尔俊 全部都灰头土脸 慢一点 快点啊 爹 我就说吧 这彪跟我八字不合 你说对不对啊 闭嘴 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的 真是 臭小子把嘴闭上 娘不要打我 这时候不能起内讧嘛 行了行了 当家的 你看你都伤成这个样子了 不如我们大家找个地方 先躲躲 不行不行 当务了交标啊 我们两家的招牌都给砸了 弟兄妹 家伴有啊 过了前面的路就好走了 快点啊 咱们别碰掉了 停停停停 扶我下来扶我下来 慢一点啊 过去看看 过去看看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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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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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标头 下面还有个箱子 还有个箱子 来 坐 慢一点啊 大哥 我掉下去了 我下去看看 别别别 你看着标队 承恩 你下去看看 爹 我这几天腰扭了 腰疼 你画个人画个人 你快下去看看 你小子算废话 你小心点 别人都忙着 就你先 快下去看看 我从那儿去啊 我从那儿去就永远去了 你是不是光吃饭 不长脑子 您可以去找路啊 开区 真是的 你当心一点啊 这哪儿是我亲爹啊 这是我后爹 这活能让我干吗 让我走标不说 还让我干这种脏活累活 我就是瑜伽捡来的野孩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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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危险了这儿 这 这 这怎么下呀 怎 怎么下呀 下去了 让于少爷 我这么危险的事 哎呦 哎哎 哎哎哎 都快绝后了都 还少爷呢 少奶奶 啥都没了 哎哎哎哎哎阿 哎哎ined 哎呀 ему没事没事 没事了 少爷好着呢 哎 哎 哎 員我 烟土 坏了坏了 烟土 烟土土 坏了 程恩怎么还不上来啊 是吗 你赶快看看 他到底怎么了 大哥你看 别慌 这里谁是主事的 是我 我是安平镖局的余政务 这是我们的露营 敬您过目 你们运的什么货 茶叶运往北方的 我们刚刚接到举报 说安平镖局运送大坏烟土 有没有这回事啊 我们安平镖局 一向是奉公守法的 从来不干违法的事 可举报的人 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你总得让我好好查查 好回去交差吧 没问题 你查吧 我们安平镖局 一向行得正 您尽管查 别把镖箱弄坏了 我们还要交镖的 好 把那个箱子打开 是 是 这是上好的砖查 包装坏了 标主要追究我们责任的 既然有人举报你们运送烟土 我就必须查证 要是被我查出了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胡说八道 人家乱报 你们就乱查啊 队长 你看 好一招瞒天过海啊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一个也不放过 是 是 队长 别动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队长 你听我给你解释 啊 证据确凿 容不得你们狡辩 乖乖的跟我回去 队长 是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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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 爹 爹 爹 赶紧走 兄弟们 快走 现在不认识成功了的时候 不 你们先走 不要管我 走啊 爹 快走啊 大哥 快走 快走 快快快 快 徐长 于长官 先别吃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怀疑你打着走标的旗号 抖撕烟图 走撕 我们也是怀疑 到底走没走撕 跟我们回去调查一下就知道了 走吧 长官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我家老爷绝对不会走撕的 赵队长 这万事好商量吗 走撕烟图的罪名可不能乱扣啊 于大掌柜 我这也是公事公办 这只是怀疑 就是接受一下调查 不会难为你的 于大掌柜 走吧 没事的 好 我跟你走 你看看 这个标旗 这些都认识吧 没错 这些都是我们安平标局的货 认识就好 那个 这里边的烟土 明明是茶叶 怎么会变成烟土 那就要问你这个大掌柜 还有你那个好大哥了 他发现了我们之后 扔下这些东西就跑 还打伤了我的几个弟兄 要是不抓你 我对得起他们吗 不会的 我大哥他不是这种人 一定有内情 等我找他回来先问清楚 这标局是你的 露银也是发给你的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我自然要找你算账 抓人封铺还是轻的呢 都查长再三命令 禁止贩毒 你还敢铤而走险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只能先把你抓起来 来人 把他给我关起来 于大掌柜 请 赵队长 我可不可以跟家里人交代一下 好啊 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 带走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不用多说了 这个罪名我不会承认的 但是我又被他们扣留下来 现在 你们先去找到总标筒 问清到底发生什么事 是 师父 我一定会尽力去查的 嗯 烟土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接标的时候 雁明是茶叶 谁知道是不是中途调包 你别想赖在我的头上啊 我有你们的收据 白纸黑字抵赖不了的 你好无耻啊 利用我们标局域烟土 现在还推得一干二净 我不会放过你的 做贼的喊捉贼了 啊 我不管运的是不是烟土 现在你偷了我的茶叶 又误了我的交货日期 我要你双倍赔偿 赔是吧 我跟你赔 赔 你个臭丫头 赔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心里清楚 你打我 我告你去 我警告你 要是你不给我放聪明点的话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一切都如少主所料 勋布房逮捕了于建平 现在安平标局也乱成了一锅粥 还有萨尔郡的鸦片也被没收了 中国人的标局最讲究无战而屈人之兵 如今不费垂灰之力 只要是一通电话 事情就办成了 这也算是不战而胜了 少主英明 萨尔郡试了鸦片 一定会倚中少主 那只老狐狸诡计多端 我们必须要击中他的软肋 请少主明示 世间的人 常以名花比喻美丽的女人 可在我眼中 多罗格格的美貌 是世界上任何名花都无可比拟的 若能将此花移栽到我们西元寺家的府中 一定会相得益彰大放光彩 奥外奥外 安庭标局四月淹土 余见平依法被捕 奥外奥外 安庭标局四月淹土 余见平依法被捕 都算好了啊 这可是官府的封条 谁要是碰坏 我立刻把他抓起来 长官 我们真的是冤枉的 请您再好好调查一下 帮我们翻案吧 翻案 说什么梦话 你们呀 就等着给他收尸吧 给谁收尸啊 别动 别动 走 延青 老天爷 我们一辈子笨笨笨笨 没做过亏心事 你怎么就这么不长眼呢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难道真的是 好人美好抱吗 建平 你走了一辈子的表 帮助了那么多人 一直都告诉我们 要狭义公正 可到头来 连个公正的审判都没有 我们冤枉啊 冤枉啊 娘 定 定长官 以后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走一步 走一步看一步吧 嫂子 是我 头寒 你这个人有没有脑子 万一被真气队的人可抓住了 找到我头上怎么办 义父请息怒 孩儿也是情急之下 为了保住烟土才动手的 没想到 按品标局的人一看出是全都跑了 只留下孩儿一人 好在他们没有看清我的样子 应该不会牵连到义父 不 这批货的分量 非同小可啊 如今被寻补房寇了 你叫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啊 误了复国大计 你就是死伤十字 也担待不及 海儿自然知道这批货的重要性 要不是安平那些闹肿 事情也不会到这个程度 算来算去 还是奇差一招啊 如果这次让于建平亲自押标 肯定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都是海昌标师和那个没担待的余震武 坏了我的大事 义父 要不然先找赵强把货拿回来 你又说蠢话了 这么大一批烟土 赵强能瞒得住吗 他一定会上报禁烟督察处的卢志恒 听说卢志恒来头不小 他是奉袁世凯之命来江浙进言 虽然只是个督察长 可是大权在握 就连省长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那又怎么样 既然在杭州当官 就得给我个人情 我去找卢志恒 让他查查到底是谁吃了豹子胆 敢坏我的好事 义父 我们将烟土放在茶叶里的事 也没几个人知道 是不是那个韩老板 怪不得那天之后他就没有露过面 这件事跟他无关 你马上到巡捕房去听听动静 我去找卢志恒 这件事绝不能善罢甘休 王爷 李掌柜来了 王爷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好好的茶叶变成了烟土啊 大胆 你以为你是谁 竟敢来此行事问罪 不不不 林洁 不是啊 今天安平镖局的人来找我算账 他们要是一发火 能把我的店给砸了 这点损失是小 可眼下禁烟风生正锦 要是查到我头上 我可推卸不了这个责任呢 我说你这个人胆子怎么这么小啊 以后怎么跟着我做大事啊 哼 茶叶是我给你的 要茶也只能查到我的头上 一个小小的巡捕房算得了什么呀 就是查到了又能把我怎么样啊 很多高官复古都是我的做上课 安心回去吧 出了事我来扛 可 可是 可什么扛 让你回去就回去 还不退下 我知道了 安平镖局私运烟土 阿玛 您知道吗 安平镖局私运烟土 怎么会这样 人心难测啊 如今是镖行没落 余建平为了自保 做出点出格的事 也是不足为奇啊 别人可能会这样 但我认识的余大掌柜 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一定是有人诬陷他 阿玛 你认识人多 一定要帮忙他 寻补房做事 可不是小孩做过家家 现在是证据确凿 我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啊 千惠 还是小心为上啊 阿玛 千惠 还是想为房间吧 去吧 去吧 安平镖局现在出了事情 我们运送珍宝的计划 要更加小心啊 想不到安平镖局 如此不堪一击 以后 我们也不能和安平镖局 有什么关联了 这货运到东北的事 我们只能另想办法了 嗯 好 杨标师 您找我什么事吗 小菊 我想麻烦你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这些回移民 这是 求求你了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 要跟他商量 好吧 我尽量安排吧 谢谢您啊 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于大哥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但最后分开时 他们一家三口 都是安全的 大宝一家怎么能这样呢 言轻 现在你还埋怨这些有什么用 要紧的事 一定要想办法 把你爹赶紧救出来 如果这茶叶里没有烟土 一切都好说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 这背后到底是谁 在主导一切 我想肯定是那个李瑞年 他搞的鬼 不会的 我们之前找过他 他当时的反应 完全是不知情的 一定是另有其人在主使他 那还能是谁呀 嫂子 于大掌柜可腾在杭州 结过什么仇家 要说仇家嘛 也就是前些日子 办露影的时候 得罪了一些同行 可那也不至于 对我们下这么狠的手啊 我想这也不可能 现在整个行业都不紧急 这批烟土价值不菲 你说谁会有钱去买它呢 难道 胡掌柜 您之前不是说有神秘人 帮你去对付真机队吗 是啊 他用的是弩箭 也看不出武功套路 而且啊 离得比较远 我是真没看清他是谁呀 也幸亏有他 我才逃出来呀 这个人一定跟这批掩毒有关系 要是能够找到他 就能查出幕后的黑手是谁 还师父一个庆拜 那咱可不能耽搁了 听人说 新上任的督察长厉害得很 如果抓住毒贩的话 不需要向北平报备 可以在杭州直接就地正法了 咱们可一定要敢在他们前面呀 我一定会尽力的 胡掌柜 安平标局那边已经留了眼线 余总标头一出现 就会带着他们过来 好 叫兄弟们盯解了 千万不能让寻补房的人先看到 是 嫂子 大侄女 还有弟兄们 这次余大掌柜 因为我们海昌标局受了连累 我一定不能袖手旁观 现在 你们就在我这里住 想住多久住多久 寻补房那边我来想办法 天晚了 房间都备好了 大家也该休息了 等明天起来 咱们再好好的商议 同海啊 那我们真该谢谢你了 嫂子 您这不是骂我吗 啥也别说了 余大掌柜一定没事 咱们都不能说丧气的话 一定要把她平安地接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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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爹娘 爹醒了 爹 大家的 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啊 我 上口疼不疼啊 哎 我怎么在这儿啊 同海呢 标队呢 啊 他们都挺好的 你不用担心 你现在 只管安心的养伤 以后的事啊 咱们以后再说 小春啊 你告诉我实话 我记得那一天 针鸡队要抓咱们走 当时 有个人出手相救 身形我还挺熟悉的 我不想走 你们硬把我架走的 小春啊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在哪儿 不行 我要去看看 爹 你别动 刚才大夫已经说了 你的伤口 已经沾上了汗水 如果要是养不好伤的话 很容易化膿的 对啊爹 医生说了 你得多休息几天 不能乱动啊 我要回杭州 爹 当家的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 不行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必须回杭州 必须回标局报信 你现在回去 就等于送死啊 针鸡队正在抓你呢 对啊爹 娘说的对啊 让开 当家的你别动 不行 我一定要回去报信 不能连累标局啊 爹 不行 爹 当家的你这是干什么呀 爹 觉得 哥哥 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你这么握着 也帮不了大掌柜啊 而且 要是被王爷知道了 更要骂我呢 奥妈现在只关心国事 才不会理会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那倒也是 前天晚上王爷和少爷还在后院盲通宵 也没有叫我们来帮忙 神神秘秘的 是吗 还有那个韩老板 就是那个海上花的老宝 他也来找过王爷 没说几句话就慌忙走了 也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 哥哥 你还在想安平标局的事啊 大掌柜是个难得的好人 这次绝对是被人栽赃陷害了 他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不能坐视不来 那又如何 王爷他不想帮忙 哥哥 你难道想自己出面啊 这又不是你出面就能解决的事情啊 小菊 我心里好烦 哥哥 既然你心里烦 那我们出去转转吧 我知道个夜市 有好多好吃的和好玩的 那好吧 是该出去散散心了 姐姐 那你去的十二你 你过于大日子